我是中原人 你是柔然人 我们曾经是敌人 恨不得你死我活 其实 我们应该不分彼此 我们也可以做朋友的 你说对吗 木兰 一直以来 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愿意再跟我飞一次吗 我们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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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花 它都比从前茂盛 但还是比个让我们草获的 木兰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我要带你去草原上看花 我记得 你说草原上的花很美 我还赌气跟你说 如果草原上的花真有这么美 我就把草原上的花都绣下来 是啊 但草原上的花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要想绣完得花一辈子的时间 你愿意吗 不 告诉我 你愿意吗 我能不能 不回答这个问题 不行 在何清图没有织完之前 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和何清图没有关系 我和福林有个约定 在织完何清图之前 其他的 什么都不考虑 我明白了 好 我等你 你干嘛这么高兴啊 我用没有答应你 在我们草原上 一个女孩子 要是上了一个男孩子的马 就代表她的心 属于那个男孩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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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你回去吧 不 我不走 从今天起 我要每天守在锦绣山庄的门口 如果你要出门 不管去哪儿我都跟着 那为什么呀 因为从现在开始 我会一直保护你 如果有人想伤害你 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你放心吧 谢将军有安排 木兰 五凤谷里有些事 你和谢将军还不完全清楚 还有什么事 你看 那春仇 不过是为了当天下第一秀女 就已经如此很多 而和亲图涉及更多人的利益 那些人 更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你也不用每天都守着我啊 每天守着你 就算我看不到你 我心里也踏实分多 如果你能听到马蹄声 就知道是我在外面保护你 一步都不会离开 你也可以安心修图 墨江 谢谢你 那我走了 进去吧 以前你一会儿扶灵 一会儿木兰 我一直觉着你是一个无形浪子 但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 谢将军的看法果然没错 以前我的确是个无形浪子 但木兰她改变了我 能不能经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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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